早上 我去 南京西路的 新光三越 南西二館 直播 因為今天是 那邊的 最後的營業日 那麼下午呢 現在我來到 衡陽路跟重慶 南路口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邊的這個金石堂 將會在 下個月底 6月24號結束營業 那麼之後他們就沒有 在沒有辦法再繼續租 這裡了 所以我想說在 他們關門之前 也帶著大家再來走一趟 這個金石堂 可能下個月還會再走一次吧 那我想今天剛好 我人在這附近喔 然後剛好有空 那我們也 來 逛一下 這個 即將要熄燈的 金石堂書店 城中店 哈囉 歡迎正在 觀看的朋友幫我 把影片分享出去齁 我們讓更多的朋友可以 跟著我一起齁 即時的 來 呃 探觀這個 金石堂城中店 我們現在在比較遠的地方看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外觀 可以看到 有沒有可以看到屋頂的部分齁 這是我們平常可能比較不會看到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在比較近的話 就看不到屋頂了齁 這是屋頂的部分 它這個建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下面的拱門齁 這個是在這附近的建築已經應該說都沒有了齁 剩下這裡 好 我們現在 來 我們現在 往 金石堂城中店走去齁 先過這一個馬路 哇 這個重新南路的書店越來越少齁 那 現在連金石堂都要離開這裡齁 覺得非常的可惜 在旁邊還有一些老房子齁 不曉得還會繼續存在多久齁 那麼金石堂沒有住這裡之後 這棟老房子 是不是還會繼續存在 目前也 不得而知啊 好 我們先看一下外 這裡曾經有東方出版社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新大樓外面還是有東方出版社的字樣齁 這裡曾經有東方出版社齁 我看到啊 目前是有一個 童書展示在四周 那改建之前以前有東方出版社在的時候 小時候我很喜歡來這邊逛齁 印象最深就是裡面的那個 亞森羅平系列的小說 還有一些歷史故事 的這個童書齁 我們先看一下建築物的外觀 目前我們看到的外觀是在2013年的時候 有經過一個 重新的粉刷齁 跟那個窗戶的這個整修齁 2013年的時候做的 就說明是一段時間 很容易 像是一段時間 那裡 就說明是根細心 在寺 這邊可以看到現在正在因為要關門了齁 現在在在舉行這個叫回頭書的一個特價活動 來看一下齊別珍重再見本挺空走過三十四個年頭 我記得是1985開始在這邊營業 這樣在2018年6月24號結束營業 記得這邊有一塊門牌齁 蠻有歷史的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這一塊是當時齁1985年那個時候開幕的時候 當時叫做堅實文化廣場 那這邊地址是重慶南路119號 重慶南路一段119號 所以可以看到這是當年齁 三十三年前齁1985年 三十三年前所建的當時的一個 算是一個他們的自己的一個門牌 那這一塊我想到時候如果要結束一間這一塊 應該也是要好好拆下來收好齁 這是第二家第二盤齁 這邊有寫Square 2 第一家店是在丁州路 丁州路那個公館商圈齁 台大對面那個後面的丁州路上 的金石堂是第一家 那麼看城中店齁 重慶南路跟橫陽路口那時候是第二家 當時叫金石文化廣場 後來才改名叫金石堂書店 好那我們要來從一樓進去看一看 我先把外觀看一看喔 因為怕等一下天黑還不清楚 我們先看一下外觀 就有很多人像嗎 但好像是關藥 就有很多人像在此 我在前面那裡 有很多人像是發熱的 有些人像是他們在這裡 我所說就是在他說 算是水 他算是水 寫你 中西 好,我們現在從一樓要走進去 這邊有一個牌子喔 席別港恩,全館七九折 雜誌部分商品除外 我們現在在十一頓城市場上的建築 在十一頓城市場上的建築 大廳的設備 地下廣州市場出現 對於中原市場出現 地下廣州市場出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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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